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中国自驾车公司Deeproot AI的最新动态 他们最近成功筹集了1亿美元的资金 目标是加速自驾技术在中国市场的普及 这家位于深圳的初创公司希望在特斯拉之前 让他们的先进辅助驾驶系统在中国的城市交通中大放异彩 Deeproot AI的首席执行官周马克思透露 该公司计划到2025年底 让近20万辆汽车搭载他们的系统 这是目前仅有约2万辆的10倍增长 而且他们已经推出了首款搭载自驾系统的车型 并计划在未来推出超过10款新车型 这一切都发生在特斯拉也在中国市场激烈竞争的背景下 周马克思承认特斯拉的技术是他们的参考对象 但他们相信自己的系统能更好地应对中国独特的交通环境 随着自驾技术的需求上升 Deeproot AI不仅专注于中国市场 还在考虑进军欧洲 东南亚和中东地区 这家公司成立于2019年 凭借低成本的技术获得了市场优势 未来他们甚至计划推出价格低至15万元人民币的智能电动车 那么这场自驾车技术的竞赛Deeproot AI究竟能否在特斯拉面前脱颖而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来自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它详细报道了中国自动驾驶技术公司Deeproot AI近期的融资活动及其未来发展战略 Deeproot AI于本周一宣布成功从一家为透露名称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处筹集了1亿美元 这个总部位于深圳的初创公司计划利用这笔资金加速其自动驾驶系统在中国市场的普及 目标是赶在特斯拉之前实现大规模应用 Deeproot AI的首席执行官周马克思Maxwell Joe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该公司计划到2025年底让其先进的辅助驾驶系统覆盖约20万辆汽车 这一目标将使当前大约2万辆的装载量实现显著增长 Deeproot AI的系统设计可以在城市交通环境中进行导航 这一功能与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FSD系统相似 特斯拉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在中国推出其FSD系统 由此可见竞争的激烈程度 为了抢占市场 Deeproot AI还计划到2025年与其汽车制造商客户合作 推出超过10款新车型 目前Deeproot AI已经推出了首款搭载其系统的车辆 计划在今年内交付另外两款车 其中一款是由吉利和梅塞德斯奔驰共同持有的智能品牌 随着车队规模的扩大 Deeproot AI将通过每辆车收取技术授权费用来实现盈利 并通过这些车辆收集数据 以进一步完善其人工智能技术 尤其是在应对复杂交通状况方面 此次融资的独家投资者是另一家中国汽车制造商 但该公司并未透露其身份以及融资后的估值情况 这笔资金的到来正值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中国市场上演激烈的价格战 各大汽车制造商竞相提供更先进的自动驾驶功能 以吸引消费者的关注 在近日的动向中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 伊兰·马斯克也表达了将在中国推出FSD系统的计划 这无疑进一步激发了市场对自动驾驶技术的兴趣 分析人士指出 特斯拉的计划将迫使其他竞争对手加快增长步伐 以便在这场技术竞赛中生存下来 对此 周马克斯对于特斯拉在自驾领域引入先进学习技术的贡献表示赞赏 但他也指出 特斯拉需要调整以适应中国的本地市场 他特别强调 中国的交通情况相对复杂 行人经常在高速公路上行走 还有大量电动滑板车在街道上快速穿梭 这些都对自动驾驶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除了在中国市场的布局 周马克斯也在关注海外市场的机会 特别是欧洲 东南亚和中东地区 他预计 在2027年和2028年 全球市场对先进自动驾驶技术的需求将出现显著增长 Deeproot AI成立于2019年 并在2020年开始开发其自动驾驶系统 与许多竞争对手不同的是 这家公司没有依赖昂贵的高清地图 后者通常需要大量的街道和高速公路汇图投入 通过避开高清地图 Deeproot AI在成本上拥有显著优势 周马克斯指出 这种策略将帮助汽车制造商生产价格 低至15万元人民币 约合2.1万美元的智能电动汽车 总体看来 Deeproot AI正在积极布局 已在竞争激烈的自动驾驶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通过此次成功融资 公司获得了推动其技术和市场战略的资金支持 并利用其在成本和技术上的优势 力争在中国级国际市场上与特斯拉和其他竞争者一较高下 未来几年将是考验Deeproot AI在技术创新与市场扩展中 能否实现快速增长的关键时期 通过不断优化技术和开拓新市场 Deeproot AI有望在全球自动驾驶技术领域确立其地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Deeproot AI是一家专注于自动驾驶技术的公司 成立于2019年总部位于中国深圳 公司专注于开发L4级别的全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这意味着其技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自动驾驶 而不需要人类干预 Deeproot AI的目标是提供更安全、高效和可持续的交通解决方案 Deeproot AI的技术核心包括高精度的地图构建 自动驾驶系统软硬体的集成 以及AI算法的应用 这些技术让其能够在城市环境中实现自动驾驶 并且已经在多个城市进行了试点测试 公司已获得多轮融资 显示出其在市场中的良好前景和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这些资金被用于研发新技术、扩大团队规模 以及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商业化应用 Deeproot AI的自动驾驶技术 主要依赖于先进的感知系统 结合激光雷达、摄像头、雷达和其他传感器 以创建一个360度的环境感知系统 这些数据通过车载计算单元进行处理 从而做出及时的驾驶决策 此外 Deeproot AI也在不断增强其软体平台的能力 包括云端协作、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模型的训练 以提升自动驾驶系统的整体性能和可靠性 合作方面 Deeproot AI与多家汽车制造商和技术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以共同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化应用 例如与不同城市的运输部门合作 来进行自动驾驶出租车的试运行 在政策和法规方面 Deeproot AI积极参与标准制定和政策讨论 以确保其技术符合各地的法规要求 并为未来的立法提供参考 公司也面临着行业共通的挑战 如技术的安全性、公共接受度和法规的不确定性 然而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行业的发展 这些挑战预计将逐步得到解决 总体来说 Deeproot AI正在成为自动驾驶领域的一个重要角色 以其先进的技术和积极的市场策略 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